罵到人拍Vlog,已經用了 RX100 拍Vlog 拍了很久 我亦都用了 RX100 Mark VI 用了很久,要來做我的 Second Camera 因為裡面有一個 1 吋感應器,而一部傻乖的一吋感應器已經非常大了 那究竟 Insta360 的 1 吋感應器模式可否代替 RX100 這麼小的小相機 可以代替這部 這個除了有 1 吋感應器外,還有一個 Leica 鏡頭 Sony 就有 Zeiss 鏡頭 這部有 Leica 鏡頭,叫 Super Elmer A 14mm F 3.2 鏡頭 可以比較 1R 運動相機模組 後面因為 1 吋感應器的關係,所以機身是大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設計得不錯,就是這個面板的框 照樣可以放進去,一樣用同一個框 另外就是放在框上,因為前面有這樣的保護罩 所以保護這個東西就先拿出來 這個東西其實都不錯,真的可以保護這個鏡頭 因為這個鏡頭凸出來,凸得幾多 所以比較容易撞到,有這個 保護這個東西非常實正 而且我已經跌落地了 跌落時還沒有加框 它沒有跌落地,電還電機還機 就像以前Lokia 的相機一樣,分開三件 整個在石灘的跌落在石仔那裡 都沒事,因為這個面子花了一點 但是,當然花這東西就好過真的花鏡頭 而且我非常之希望它們遲些 就會出這些ND filter 或者出一個轉接環 就可以讓你安裝自己的 filter 那就正了 這個就可以這樣安裝下去 裝完之後就領回這個保護罩 另外那些模組都是一樣有這個5米防水 5米防水就要裝在框裡才有聲稱5米防水 另外那條片我也有說 它這些5米防水就是它有一個實驗室環境的5米防水 所以現實上,你就不要想著拿它來潛水 因為你就算看它網頁,它都是說下雨 下雨當然沒問題,或者在池邊玩水那種 如果你要潛水、玩滑水、水有些衝擊力 最好就買回它的潛水 case 潛水 case可以去到60米 這部當然它亦都可以將螢幕調轉向前面來安裝 現實環境不是那麼簡單 尤其是你要安裝外置咪,要拆外置咪 要拆了鏡頭保護 然後你又要再開那個蓋 然後你又忘記關閉USD的蓋 然後再拆開機,然後再換到電 換了電之後,又要再安裝所有其他東西 再安裝整個框 然後又要拆回那個鏡頭保護蓋 再...如果你還有手指甲 再開那個蓋,再插麥克風才可以用得 不過模組式設計都有好處 如果你之後想玩360 你就不用另外買一個360相機 所以你買它的模組就完成了 這個可以拍4K,60格,挺正的 最正的就是它可以拍5.3K 我一向都很喜歡 也不是說有這麼多K,可以這麼多K 不過呢,如果它多於4K 那我就可以像現在這樣剪片剪4K 但我就可以Clock in所謂這個Open Gate的Editing 但現在兩部直接比較拍片 拍著自拍 其實兩部都是用這個1吋感應器 其實畫質的分別就不大 最大的分別就是它的鏡頭 這個RX18就是最闊到24mm 我之前也說過 24mm如果用自拍、Vlogging 24mm真的最低要到24mm 即是再低的24mm 真的不適合做Vlogging 即是現在我也要伸到手很長 我現在用這個Linear View Angle 是的,它可以選擇不同的View Angle 它的運動相機模組和很多其他運動相機都可以選擇 最闊Ultra Wide有等值14mm 更闊過它們自己的運動相機模組 或者可以用Wide大概等值15mm 這個大概就是我自己量度 還有這個非常好用的Linear大概19mm 線條拉直沒有魚眼效果 最後Lero大概23mm 另外一隻運動相機就沒有Lero選擇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順便認真地和我的RX18M6比較一下 首先看大Linear range的兩部機真的非常接近 如果你看定鏡再放大 你會看到Insta360 它的Sharpling有少少過龍 還開始有少少渣出現 而RX18因為Sharpling沒那麼厲害 你就可以自己根據需要去加Sharpling 即是你拍得Lock的話就是想自己控制多些東西 不過始終這部是Insta360第一部相機 所以它做得那麼接近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之驚奇 不過有一樣東西跟畫質沒有關係 就是這個Insta360 這個1吋Sensor 鏡頭最近 對焦距離其實是90cm 是90cm 接近1米 其實我這些全部自拍的影片 我臉都是不中FO 全部focus在後面 說真的不是太適合拍Vlog 自拍 除非你拿一瓶米長的棍子來拍 而且如果這樣拍也是很煩的 反而RX18拍出來是有那麼多淺景深 加上後製防手震絕對用得過 另外一個很大的分別 可以看到就是防手震 這個RX100 可能大家都知道 它的防手震也算是有好過沒有 不是說真的好定 那麼我覺得它的防手震是非常定的 不過它是會有一點點不自然的情況 不算太過不自然 就是你會感覺到有一點點 它是有防手震在裡面做了東西 就是你很明顯知道它是有防手震在裡面 就不是說有些如果很自然的防手震 你就不覺得它說開了防手震 你覺得是那個攝影師好手定 就是手好定 所以有一樣反而就是它拍片的時候 是會寫在一個自己的形式裡面的 不是MP4也不是MOV 所以你一定要用它的手機APP 或者電腦軟件去轉檔 因為好處就是在 export之前還可以選擇角度 但一個不好處就是你要 export 在我這部2017年27寸iMac的 export 一條例如2分鐘的影片 它是要超過4分鐘去 export 即是原片的一倍以上時間 其實它們最近才加了一個功能 給一個Action Camera Module 就是可以Save MP4 但如果是Save MP4 它的防手震會不會太厲害 因為它所有防手震都要在相機裡面做 但我真的不介意 因為我原本覺得它的防手震是太厲害 我真的希望它們會快點加進這個1吋Sensor Module那裡 現在是進去這個 這裡不是太黑 但始終是一個in-door 一個室內環境 經常都中英不分 所以轉不到頻道 而說到低光 我也是非常驚奇它 是可以跟RX100做得這麼接近 詳細關於收音 我在主要講1R的影片 已經講過了 那我這裡就不重複了 不過簡單來說 這個1R的內置咪 比1X更漂亮了很多 而且你可以用外置咪 不過它的Support Airpods 就真的不太行 只是希望它們 一路去改進這個問題 Firmware Updates 慢慢去逼迫這個問題 當然有一個1吋Sensor 我會要試一下 究竟可不可以就這樣 當這部是一部相機拍攝 當然是可以 沒有說不可以 究竟畫質是怎樣 這部機有一樣的麻煩 就是它拍攝RAW的時候 它每次都要用1-2秒去保障那張RAW 這個真的會令我懷念 以前我的Vico GR 第一部GR 它是要用10秒去保障那張RAW 這個是1-2秒 但是也有點奇怪 為什麼要用 很久沒見過相機拍攝RAW 要少許時間去保障 說真的看你拍攝什麼 通常普通街拍攝 就算一部相機可以連拍攝 你基本上都是拍攝1-2張 問題是你只可以一下就要拍到那張 你就不可以拍攝三張 令到你可以容易一點 解決到那個時刻 這樣做不到 你就要真的 有點像拍攝菲林 你真的要一下就拍攝了那張照片 你歪是不會夠快歪 我知道有些菲林機都是有摩打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手動那些 如果你拍攝RAW Adobe的Lightroom已經支持它的RAW 不過它如果RAW 就沒有撿那個魚眼 你用它正常撿Distortion 那個都是不夠勁去拉直它 我就發現反而要用GoPro的位置 然後再要拉多一點就可以拉直它 再一次比較 RX100的相片 都是真的非常接近 我想RX100的顏色都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真的好接近 當然有一樣東西Insta360沒有的 就是一支zoom鏡 當然 這個Insta360 ONE R 原本就是模組式設計 其實這個一吋感應器 這個模組已經很像自己一個產品 如果你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完全不用理會它的模組化設計 你只用它已經可以了 我都覺得很驚奇就是它拍片和拍照的質素 這部真的拍得住RX100 RX100出了這麼多年 而這部只是Insta360第一部的相機 第一部不是360 來自Insta360不是360的一部相機 唯一是我失望的就是做不到Vlog 因為我有時會做Vlog 如果這個做到Vlog 真的非常方便 它做不到是因為它最近的Focus距離 是90cm 你要移到90cm遠才拍到 我也試過給你看 如果做Selfie 其實臉是永遠不太重視 另外一件事就是它聲稱Support Airpods 它搞了幾個月 其實終於推出Airpods的Support 都是質素非常之差 都是用不到 這兩件事都是非常之失望的 但是說到尾 它都是一部非常之 即它的質素是非常之好 希望它們一路改進Airpods的Support 以及其實我剛才才剛想到 其實這個近距離拍不到的問題 其實它們只要出一個Adapter 就是一個近距離的Adapter 那就可以搞定了 因為它本身已經有一個蓋子 Incent360 希望你們考慮一下 近距離Adapter 以及ND Filter 可以做Vlog Selfie 那就是一流 在這條片完之前 我又要多謝Nord VPN 贊助的這條片 有這個Coupon Code 還有一條link 這條link下面影片描述 就會找到就是 如果你加入它三年 有三折優惠 之外再加送一個月 是完全免費的 就像我最近都在Google Play Store 看了兩套電影 那就是要英國才看到 那就是用這個 英國VPN的伺服器 就可以看到 就是很猛的 你給錢都看不到的電影 很猛的 那些發行的問題 尤其是我之前經常出旅程 現在沒得出 但是之前經常出旅程 經常要用外面的Wi-Fi 什麼酒店 或者就算在香港用咖啡的Wi-Fi 其實用公共的Wi-Fi 是非常之危險的 加上你不知道它用什麼供應箱 就算你家裡是寬頻 你也不知道它拿了你的資料去做什麼 因為其實寬頻是會知道你上什麼網 那外國已經有一些例子 有些公司 嘩 差點整電 有些公司是真的會將用戶的上網紀錄 是賣去做廣告也好 不知道別人要來做什麼都好 就算你覺得你是沒有秘密 沒有東西需要隱瞞 那這些資料其實對於罪犯 對於政府都是一些非常有用 對他們是很有用的資料 為什麼要拱手將這些資料 給他們去做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其實我都說得不是算好的 但其實你回到它的網頁 它有中文有英文 有解釋了為什麼你需要用VPN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自己的需要 看看需不需要VPN 如果是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用LotVPN 以及用我的連結 多拿一個月的免費 可以考慮一下 我真的會有很意味 是 他們能夠做到 能夠改善 運用線 360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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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